王心灵不愧是九亿少男的梦 从不被品牌爸爸看好 被节目组发《透明人》剧本 到王心灵男孩全网刷屏 他只用了一期节目的时间 但问题是王心灵真的能拯救《要解三》吗 从本周播出的第二期来看 虽然这次王姐成功出卷 但节目口碑不但没有提升 反而大幅下降 连王心灵工作室都紧急出动 呼吁网友们不可以罢评 生怕舆论的狂欢会影响到节目的观感 以及王心灵的路人员 其实王心灵的翻红 或许才是对节目组最大的考验 王心灵的出舞台《爱你》 甜的观众们全股升天 称霸N个热搜和音乐榜数日 不明真相的网友们感慨 芒果真是太有眼光了 居然能挖到王姐这块宝 不少人都以为是节目组放大招 捧红了王心灵 但实际情况是 王心灵的突然爆火 节目组根本始料未及 开播且 品牌爸爸们一点都不看好王心灵 亦是觉得他早就过气了 而是当前市场的主流审美 喜欢的并不是甜妹 而是性格张扬的郁姐和气场全开的女强人 节目组显然也误判了 一开始只是把王心灵当陪跑的工具人 首期正片中 导演组恨不得把王心灵剪得只剩一分钟 没有大型社交场面 选防环节更是直接跳过 正如王心灵自己所说 她是一个慢热的人 显然安静的甜心教主 并不符合芒果编剧和剪辑师的胃口 节目组把力气和篇幅 主要花在了纳英和宁静的厮杀上 连徐梦桃的喜剧人设 云文文的拽解人设 都充满了明显的剧本痕迹 这不第二期王文文就被光速洗白了 成长为宁静的得力助手 其他姐姐们个个都是女战士 都很凶猛很有野心 精心准备的出舞台 恨不得十八般武艺全用上 但用力过猛的结果是 内卷卷成了麻花 却没有什么记忆点 不是疲于炫技 就是取高贺寡 用宁静的话说 他们都漂亮都强 所以看完突然变得特别平 我脑子里像是被刺了头一样 甜美可爱的 毫不费力的王兴灵 带着原汁原味的爱你 简直是扑面而来的一股清流 熟悉的音乐 一下击中了老哥哥老姐姐们的心 俏皮的表情让人一不开眼 满屏的青春回忆让人欲罢不能 王兴灵的爆火撑起了这一季的流量 但节目组的处境却艰难了 慕名而来的观众们 都在埋头拉紧进度条 忙着在人群里找王兴灵 从正片的第一分钟开始 弹幕里就在齐声呐喊 王兴灵一直持续到整期结束 几乎无视其他姐姐们和赛制剧情的存在 不管节目组发来的是什么桥段 大家眼里只有王姐 看不到她就要苦苦追问 这样的现象无疑已经影响到了节目的观感 就连王姐的粉丝们都在着急的呼吁 希望跟分的路人粉 不要因此败了姐姐和网友们对王兴灵的好感 其实第二期里 可以看出节目组应该是拼尽全力了 在王兴灵爆红之后 又急又慌的翻出了素材 给已经完成剪辑的正片 硬是加塞了很多王兴灵的镜头 生怕观众的期待值没有得到满足的话 节目热度会跌到谷底 后果很严重 第二期正片开头 给的第一个大正脸就是寝室里穿着睡衣的王兴灵 对于王兴灵 导演组是拼了老命 即便王兴灵没有说话 也要硬切他一些的反应镜头 点头 微笑 单人采访更是立马安排 哪怕王兴灵只是客套两句 这次赛制真的是很厉害 有特写就给特写 实在挤不出镜头 拉满全景也要把坐在边角的他给框进来 局部完全统计 第二期中 王兴灵的时长就超过了十分钟 约38个镜头 比第一期节目多了一倍 跟他同组的几位姐姐 镜头也多了起来 吴墨仇 王小雷 吴锦岩都跟着战光了 他们自己肯定都想不到 会通过这样的方式被注意到 王小雷因为给王兴灵打气 有了一个气焚担当的人设 还拿到了两分钟的组内镜头 聚餐时 因为逼王兴灵试吃兔头 王小雷更是无意中贡献了 本季最高能的热梗之一 回到宿舍里 分配给王兴灵组的戏份 也是最多的 炮脚时 商业互吹的聊天 都领到了一分钟的时长 导演组的求生欲 都快溢出屏幕了 这些都证明了 此前节目组打算给王姐的 应该真的是祭天的剧本 没有为他设计什么对手戏 感情戏 或者成长戏 反转戏 如果导演组 真的能预料到王兴灵的爆红 何至于他原本在节目中的剧情 会这么少 毕竟一个不争不抢 安安静静的甜妹 能用到的镜头 也就这么多了 截至目前 乘风破浪第三季 已经播完四期 本周五第二轮公演即将上演 虽然本季热搜不断 关注度颇高 但也因为选歌 分组 以及淘汰结果 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在5月20日正式开播之前 浪姐小组 发起了关于28位姐姐 好感度的投票 最终 王兴灵高居第一 蔡卓妍和钟心童紧随其后 郭彩杰 薛凯奇 郑秀妍 谭维维等人 也进了前十名 倒数后五名的姐姐有 齐熙 王子玄 毛俊杰 刘恋 赵英子 票数未过百 尴尬垫底 播完几期之后 该小组又发起了新一轮的好感度投票 吸引了超过3200人参加 如今结果已经出炉 跟上一次相比 保守的位置换人了 意外的是余文文从14名直接飙升到第一 事实证明 王国台给的剧本对他的加成不是一般大 第一期甩脸子被骂惨 后面三期的表现又让很多人陆转粉 成团的希望大大增加 跟余文文一样 留恋的排名也大幅上升 直接由倒数第二冲到了正数第二 学历高 情商高 有才华 更是所在阵营名副骑士的军师 缺粉在情理之中 可惜他三公的时候遭到淘汰 成为浪姐三一大一难平 薛凯奇 小生两位到第三名 颜值初挑 气质少女 性格可爱 自然受到众多观众的喜爱 吞死两姐妹的人气 一直在第一梯队 上次阿萨第二 阿娇第三 这回阿娇第四 阿萨第五 前十名还剩下五个席位 分数唐诗义 王兴玲 张强 郑秀妍 赵梦 唐诗义的舞蹈视频 在网上很火 有不少忠实的舞粉 王兴玲尽管排在第七 但并不妨碍 她是第三季最火的姐姐 还有这次排名引起了不少的争议 按道理 王兴玲热度低 也不可能那么低 被网友怀疑 是节目组想创造话题热度 才把王兴玲排那么低 有不少网友吐槽 排名是浪姐三自己做的 想让谁低就低 这次垫底的依旧是赵英子 上次至少还有87票 播了几期 票数反而更少了 节目中 她的一些言行引起争议 虽然如愿上了热搜 却也遭遇群嘲 四公已于12日录制完毕 随着徐梦桃退赛 胡锡尔 许如云 毛俊杰被淘汰 现在还剩下18位姐姐 浪姐三 终究没逃过高开低组的定律 节目组如果还不能抓住 王兴玲这股东风 到时候的场面可就把握不住了 所以真正留给节目组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前期压错保 后期给予讨好观众 节目组这顿挨骂的还真不远 浪姐三 能否逃开芒果宗恩带 高开低组的命运 咱们拭目以待吧 好了 本期致命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 留言 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 留言 留言